迈入第五年的基隆未婚联谊活动 过去已经累积办理了九个场次 成功配对52对未婚男女 捕获好评 连家长都频频询问 我们未婚联谊的这个活动 因为市民反应非常热烈 而且很多的父母反应比年轻的朋友更热烈 所以几乎都是很快就报名额满 主办的民政处方面表示 今年打破以往的方式 特别与创办网络联谊平台的知名网红合作 增加参加民众彼此互动机会 宇宙中是一个专业的联谊团队 主要是用轻旅行的方式 来从观光方式来认识彼此 我们希望透过跟网红团队来合作 把这个未婚联谊的活动 能够更活动生动化 把基隆重点观光能够吹销出去 让我们基隆成为海洋城市在发展甜蜜产业之后 能够让很多市民朋友能够领略我们基隆的美 我们这次有精心安排一个特别的活动 因为基隆本来就是一个很适合约会的地方 所以我们早上除了去庆安公寓 月老庙求姻缘之外 下午呢我们安排让他们两人一组的手作披萨活动 那大家在手作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很自然的透过这样子的活动中 可以互相彼此认识 就不会很像一般的联营就坐在那边 然后很尴尬要自我介绍的那种感觉 那也是我们近几年来发现说 大家喜欢透过活动还有旅游去认识新朋友 然后让大家都是可以在一个很轻松的环境下 能够就是找到好姻缘 两梯次的活动日期分别在5月30号及6月6号 因为防疫的关系每梯次限额60位 想要早日脱单的基隆市民 可千万得把握机会赶快报名 爱在基隆相遇时 脱单就在这里是 记者张启滩金融报导